2023年的诺威尔生理奖或医学奖 它是受敌了科学家Kalikor和威斯曼 以表彰他们在性死核糖核酸MRNA研究上的突破性的发现 其中的Kalikor是一位女性 令人兴奋的是今天颁发的2023年的诺威尔物理奖 又迎来了一位女性得主 她是现年64岁的安宁女的爷 是一位法国和瑞典的物理学家 她是瑞典农德大学的物理教授 从事原子和短强激光莫充的相互作用 她与美国欧海奥州立大学的皮埃尔 阿高斯蒂尼还有马克斯·帕克 量子光学研究所的另外一位 共同分享今年的物理奖 表彰他们对超快激光和阿苗物理学 开创性和创新的工作 尽管女性诺奖的得主 已经是越来越多 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仍然属于少数 看看统计资料你就知道了 截至2022年 诺贝尔奖有894次受予了男性 其中60次受予了女性 女性只占总数的6.5%左右 但是女性中 如果把其中获得了和平奖的17位女性 还有文学奖的15位女性 都除去的话 或者科学奖奖包括生理医学 化学物理经济这些的女性人数 那就少多了 诺贝尔物理奖里面的女性 可能是比例最少的物理奖 来说 今年的这一位 之前 诺贝尔物理奖已经有222位得主 其中女性获奖的仅仅有4位 而这个安妮是第5位 因此女性占的百分比是5比225 只有2%左右 玛丽居里她是发现了放射性物质雷 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在1903年的时候获得第一位女性 然后得以美国物理学家梅耶 她是在63年 玛丽获得了60年以后 因为提出原子的翘成模型而得奖 她另外一位是这个 荣获了2018年的诺贝尔奖 还有一个女性是2020年的 她是由于发现了 荣获系中心的超大自然合同 菊里夫人的事迹广为流传 今天在这儿我们就不多说了 她发现了研究放射性物质 开创了放射性理论 以及医疗方面的应用 菊里夫人的诺贝尔奖以后 是过了60年 我们刚才说过 1963年才有第二位女性物理学员 洛蒋德卓 这是德裔美国物理学家梅耶 1906年她出生于一个 延续了六到七代的大学教授家庭 因此在她的童年时代 以及求学的生涯中 不乏众多的粮食 也有包括了很多著名的 诺贝尔奖德卓 她的博士生导师 也是这个波恩 但是她仍然是因为 是女性而难以获得政治的教识 使她的科学研究之路充满艰辛 1948年她开始了对于幻术 也就是原子核中 直子中子数 特定数字的一种研究 最后她终于提出了原子核的 考证结构而成功了 成为基居里夫人以后第二位女性 摩贝尔物理学家 得主 又过了近30年才有了第三位和第四位 第2020年获奖率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 而是这五位女性中最年轻的一位 她在天文研究中 她采取了高空间分辨力成像技术 研究恒星形成区域和萤火系中心 发现了人马做A-Star 实际上是一个超大的质量的核动 加拿大物理学家 另外一位是极光物理领域的先驱 她融合了2018年的罗伯尔物理奖 她获奖的原因 与今年获奖的三位物理学家的工作 是密切相关 因为都是极光 公众对极光并不默示 极光的应用随处可变 雷尔比乐 还有极光手术医疗 还有极光汉质 极光切割 极光车距 还有照明欲落 甚至到军事技术和武器等等 都有极光的身影 极光有连续极光和磨充极光之分 磨充极光有不少优越性 因为可以在平均功力相同的条件下 得到功力比较高的峰值 70年代人们把极光脉存宽度 做到了皮秒 到80年代到了飞秒 也就是实力-15之方秒这个量级 斯特里克兰的贡献 就是在这个飞秒的量级 超短超强的极光 刚开始这种飞秒的时候 就遭遇到了瓶颈期 极光磨充的这个峰值的提高 飞线性效应太大了 可以把这个光学器件烧毁 这个困难使得短卖充极光功力 无法提高了 经历了近20年的平台期 然后直到在1985年应用了一种叫 这个 车平这种飞秒极光技术才得以蓬勃的发展 在各个里面大展它的威力 这个技术就是刚刚他们说的 这一位美的落奖得主得到的当时 他还指寸 罗特斯大学的一名学生 飞秒极光仍然满足不了科学家们的胃口 物理学家们追求更高的峰值 更短的脉冲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用闪光灯 我们来照照片吧 闪光的时间越短 就能够捕捉到越短的运动时间 超短激光磨充 它就是我们捕捉这个围观世界里面 例子一种状态的一种闪光灯 它会用来给围观视频拍摄高速的照片 飞秒量级是10的负5之方 而现在的技术又已经 把时间的数量级减少了1000倍左右 也就是说进入到了10的负18之方 叫做R秒级别 目前最短的R秒激光中的脉存是45R秒 2023年三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的贡献 就是在这个R秒激光脉中的领域 R秒激光的产生是非常困难的 它的中性频率会进入极紫外 甚至于X这些国的 目前常用一种被称为高阶显波的方法产生出来 这个安妮女利耶1958年出生于巴黎 她受到生理电气工程教授的主妇的影响 对科学技术产生极大的热情 她在巴黎大学获得了数学和理论物理双硕士 获得了这个以后 她就读博起见 她就研究实验物理 1987年她参与了产生第一个高阶解削 形成R秒脉冲的实验 她的贡献借设计理论描述 我们所知道这个量子理学中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难题 这当然很多都是固然是理论本身以及诠释的问题 但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对围观世界我们难以用实验的验证 而这个阿妙机关它就有可能为我们打开这扇门 让实验的手段进入到亚院级别 的确是令人期望又令人难以想象 总而言之吧 值得为我们的第五位女性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致敬也期待为了诺奖得主 中涌现更多的女性